国大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 历史正是对人类生活的不朽向往 以及回忆 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一切欲望的春天都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永在 只要我们试图去理解真正的历史 我们就走上了一条美妙的路 历史没有隐瞒 我们没有忌惮 史无忌惮 宋世南主讲 考拉FM出品 你们的倾听 价值凌晨 考拉FM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时无忌惮》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世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热门话题 小粉红爱国与抵制 最近有一系列的 因为爱国而产生的抵制事件 先是在南海仲裁之后的抵制 菲律宾芒果 然后呢 是赵薇电影 因为他所选的演员戴利仁 疑似于台独有关 因此呢 赵薇和他的电影及相关演员也被抵制 而现在呢 小粉红们又开始抵制 肯德基了 在各地 肯德基都遭遇了横幅 围观 怒刺 等等抵制 不过奇怪的是 麦当劳这次却没怎么卷入漩涡 我倒不是说麦当劳也应该被抵制 我只是略有些奇怪 麦当劳和肯德基本是同根深嘛 何以小粉红们 后此薄彼呢 嘿嘿 不过呢 抵制肯德基的事儿也迅速被一些人抵制了 比如说有人写段子说 天朝一共持有美国国债 1.2440万亿美元 按美帝最新型的福特级航母 150亿美元的造价来算 这笔钱可以帮美帝造83艘航空母舰 换成M1A2的主战坦克 那么是248800辆 换成F22猛型战斗机呢 是16586架 就持有美国的国债 帮别人买航母买坦克买飞机 非常惊人的数量 而你们吃肯德基那两个钱算个屁呀 哈哈 但这是段子 还有网友呢 在网易新闻更贴说 就更加高级黑了 吃顿肯德基就不是中国人了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小粉红们 你们想多了 嘿嘿嘿 这个是高级黑 只是咀嚼一下 吃顿肯德基就不是中国人了吗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嘿嘿嘿 下辈子你还做中国人吗 不想做的话 都是挤着肯德基就可以了吗 做梦 想得美 说到小粉红呢 我还忍不住想说一件真实的往事 这个事情呢 我是从朋友家的新公号文章 移民才是最高形式的爱国中看来的 四天前的秋天 国俊明曾经在微博上发了一面国旗 说我就是曾经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哭了的人 于是呢 有读者就留言说 谁他妈一米四的时候不爱国啊 那身高其实是不对的 不过有时候不讲政治正确 嘿嘿 也蛮幽默的 确实呢 一米四的时候谁不爱国啊 不过我一米四的时候我想想爱不爱国 好像也爱国的 而且是在小粉红的意义上面爱国的 小粉红呢 他也确实是在智力和心理发育上都还不够高啊 不够成熟 不过不要以为小粉红就只是年轻人的别名 也不要一听到小粉红就想到粉波一类的 小粉红特指的是我国近年互联网上酷爱用鼠标和键盘爱国的网友 以表情包为主要的战斗武器 以鼠标和键盘呢 为主要的战斗工具 以互联网呢 为主要战斗领域 他们以年轻人为主 不过呢 有时候会穿插一些中老年 不要因为小粉红阵营中就被中老年了 对应到线下的行动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生活中对着吃肯德基的人怒斥 抵制日火 抵制日火 对着吃肯德基的人喊 抵制日火爱国者 我想呢 还有另外一个爱国者 去骂美国总统 署名是什么泛火强悍者虽远必诛 进政美国总统普京 美国总统普京 跟对吃肯德基的人 怒斥 抵制日火的 这个可以形成一个对战 那么呢 我们看到了不少视频呢 抵制肯德基 怒斥 吃肯德基的人的爱国者 都是年轻的人 可是呢 在湖南某地 流出了一个视频中 还河北 河南等地 现在有不少 抵制肯德基的视频 流出了 那么抵制肯德基的主力呢 又是大妈 他们将抵制肯德基 当成广场舞的兄弟节目了 很嗨的 举横幅 喊 当然呢 在东北有个地方 有个民警去制止打 抵制肯德基的横幅 还被爱国青年们 被小粉红们一顿胖揍 嘿嘿嘿嘿 好 我们说回来 继续讲小粉红 在四一哥看来呢 分析小粉红 指出小粉红言行的错误 是有必要的 纠缠于他们 谩骂他们 把他们看得非常重要 或者痛心疾首 就没有必要了 小粉红们其实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也没有必要纠缠 也没有必要 为他们痛心疾首 什么的 我始终觉得 小粉红是特定的制度下的 在特定时段下面的 特定现象 如果转型开启 那么其实小粉红们 是可以渐渐的升级换代的 关于小粉红呢 我的朋友 青年经济学者 温克坚有句话说的俏皮 温克坚一般都是 国字脸的画风 不过这次呢 却开始说俏皮话了呢 嘿嘿 而且呢 他的俏皮话满值得寻思 课坚说 鞭打呕吐物 能治疗消化系统紊乱吗 嗯 这是想想法的朋友们 鞭打呕吐物 能够治疗消化系统紊乱吗 嘿 有意思 他关于小粉红的一句 冷评 关于小粉红呢 讨论很多 像我另外一位朋友 上海的学者 张学忠 还特地写了一篇公号文 晕有头 债有主 小粉红们很无辜 观点蛮有意思 不过呢 他这篇文章的标题 我不大喜欢 觉得有奇异 小粉红 固然有被洗脑操纵了一面 但并不能 因此就是他们无辜啊 在爱国这个事儿上 成年人是有意志自由 和选择自由的 因此要为自己的言行 承担道德责任 乃至法律责任 说小粉红无辜 过了 不过呢 如果我们细细地读 张学忠这篇公号文 他其实主要观点 倒不是为小粉红开脱 而是呢 剖析其问题的根有 雪忠在文中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 如果政治权力 在各种意见之间保持中立 小粉红们的观点表达 是否还很可怕 第二 如果没有权力的操控和利用 只就个人表达而言 小粉红们 是否也应享有 与我们同等的表达自由 第三 如果有同等的言论自由 我们是否还担心 变不过小粉红们 他接着问出的第四个问题 其实也是他自己的结论了 如果我们能够回答 上述三个问题 就是如果政治权力 在各种意见之间保持中立 小粉红们的观点表达 是否还很可怕 但在我们自由主义者看来 那是不可怕的 第二个问题 如果没有权力的操控和利用 只就个人表达而言 小粉红们 是否也应享有 与我们同等的表达自由 在我们自由主义者看来 也是应该有的 如果没有权力操控和利用 只是个人表达 那么小粉红们 也应该有同等的表达自由 第三个问题 如果同等言论自由 我们是否还担心 变不过小粉红们 那么在我们看来 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不用担心 变不过小粉红们 但前提是有同等的言论自由 就当我们与小粉红们 辩论的时候 我们不要率先遭遇 和删帖删号等等 如果回答了三个问题 难道我们还看不清 问题的政绩和根由 是政治权利吗 其实与小粉红们 有关的各种网络现象 各种问题 它的关键要害 在于公民的表达自由 能否得到 关键要害之一 不能说所有的要害 都是表达自由 其实小粉红们背后 还是让人有些隐忧的 比如是否会 法西式化 打造自己的先锋队 让小粉红们 成为我们的 像纳粹的冲锋队员一样 但这个呢 我觉得是更深远的 一个考虑 也不一定会变成现实 那么回到现在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讨论 公民的表达自由问题吧 与小粉红们有关的 这个网络现象的 核心之一呢 就在于公民的表达自由 是否能得到 政府同等的尊重与保护 像是说 政府能够在各种意见之间 保持中立 对无害他人的表达行为 一体保护 对有害他人的表达行为 一体惩戒 那么不但小粉红们的言论 难以产生实际危害 而且小粉红 这一人群的规模 也会急剧缩小 其实进一步说呢 小粉红们本身也是 言论自由 受到压制的 受害者与牺牲品 要知道 言论自由的意义 不但在于 让人们 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且很重要的 在于让人们充分 获取不同的观点和信息 从而对公共问题形成更加全面和成熟的看法 公民的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权利 二者是紧密结合 相辅相成的 都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和公共政策形成 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这就是雪中的这篇公话文的主要观点 好 现在呢 我愿意拿出我业余的历史学家的爱好 来为大家 说到因为小粉红要表达自由 我先为大伙介绍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是一年前的 中国的小粉红们的一次暴力抵制事件 那次发生在 1925年 11月29日 那一天 那些血管 被狂热情绪 稍得快要暴力的青年学生 还有因愤怒和兴奋 而脸庞扭曲的工人与车夫 数语无万机的涌上街头 在天安门集会 之后缤纷束路 游行示威 其中一路 高呼 人民有集会结社 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 高举 打倒城暴 及舆论之毛贼的标语 像乱箭般冲向 全武门大街的城暴报馆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烧 火焰呢 就在报馆生腾起来 而火光的人们更加暴力 他们开始捣毁 报馆的城市 用拳头 用木棍 用石头 用砖块 最终呢 用火焚烧 报馆的一切 这是著名的 民国的城报馆 备焚事件 而就在 这个事情发生的头一天呢 另一把火 在当时任教育总长的 张世昭家中燃起 作为苦主 张世昭 事后有详细记述 张世昭就是后面 1949年之后 跟老毛眉大眼去 关系还不错 然后写这个 柳文指要的那个张世昭 当时是民国的教育总长 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 当时下午五点呢 他在日中记载 就在1925年 10月28日的下午五点 愤怒的群众们 狼奔而入 欲物击毁 至门窗已至 已凳全毁 至差架已至 暗沉也全毁 而且那些人呢 先是拼命地捣毁东西 然后呢 尽量地拿走东西 最终呢 把剩下的东西 聚在一起 放把火烧光 嘿嘿 那么 城报报馆的火 与张世昭家中的火 是有血缘关系的 他们都源于 同一个群众运动 1925年10月20日 就在这个事件 发生前的一个月 中共呢 发表对反凤战争宣言 号召爱国民众 积极行动 反凤捣断 11月下旬 冯云祥国民军 攻占北京保定一带 奉行将领呢 国宋林倒戈 国民党左派人士 和中共北方区委 趁经联手发动一场 被称作首都革命的群众运动 要以群众运动的力量 推翻断政府 而11月28 29日两天呢 学生赶死队 工人保卫队和群众 5万多人聚集 举行国民大会 速度游行 包围执政府 占领警察总局 和邮电局等部门 而张氏招家 和城报报馆的两把火 正是这一次群众运动的副产品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 焚烧私宅和报馆 都是不能容忍的罪行 因为他们违反侵犯 他人私杂 危害公共安全 而且洞穿了社会底线 焚烧爆馆 意味着单方面判决对手 意见以死刑 与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格格不入 观点不同 而以暴力方式简决 一旦推而广之 后果不堪设想 就像我们联想到 前几年的西安那个 拿链子砸坏 脑袋的那个爱国暴徒 就是以暴力方式简决 像现在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呢 意见表达是社会最重要的调节器和稳定器之一 因为如果没有自由的和充分有效的意见表达 那么社会会像坟墓一样寂静 而如果意见表达去极端狂热和失控呢 社会也可能像火火山一般比较可怕 只有充分且有效的民意表达 才能保证整个社会拥有获救之舌头 而表达者与清替争之间充分的理性的非暴力的交流沟通呢 也才能保证各阶层在纷扰变化乃至震荡摇晃中 达成价值共识与利益平衡 当然也可能这个只是一个理想 即使有了充分的表达自由 人们还是达不成共识和利益平衡 但是呢表达自由至少是达成价值共识与利益平衡的一个必要条件 它不是一个充分条件 好我们说回来 还是说火烧成报管事件吧 在当时呢 其实知识界和舆论界也普遍谴责这种暴力行径 像学者法律学者燕树堂撞文称 这种爱国运动实际上是暴命运动 与军阀土匪的行为无异 另外呢中国清联党的省尸派 他也指责 这种暴力行为比军阀更得而下之 其实省尸派是偏左派的 他跟承包的主张呢是不同的 但是他也认为 以这种杀人放火的独大手段对付敌党 是万恶军阀所不敢为的 像当代的自近代知识分子史的学者 邵健就对这个事情叹息说 他说至少到1925年年底之前 有着礼让文人传统的北洋军阀 虽然封过言论 但从未在光天化日焚烧报馆 烧报馆的却是民间 持有不同实践的群众和组织 正在哆哆怪死 这点暴法真的奇怪吗 其实不奇怪 张氏招家被烧的原因好理解 学生总是正恨教育部长的 你有机会要放纵暴力 不要说烧教育部长的家 跟他人都不奇怪 城报馆被烧的原因 得稍微复杂一点 城报馆被烧 有间接与直接两个原因 间接原因是 城报被视为是研究系的机关报 国共两党都不容 研究系全称是宪法研究会 以立足实行宪政委得名 也可以算中间派 国共两党都不允许中间派的存在 因为所谓的灰色地带 一定要把灰色地带争取为红色地带 或者警防灰色地带 恶化为黑色地带 所以灰色地带其实也是 被两派都不容的 直接原因呢 是1925年10月 徐志摩 著名的诗人徐志摩 跟杜小茂搞来搞去的 那个徐志摩 还暗邻林徽英的徐志摩 轻轻地我走了 珍珠轻轻地来 我一盘料不带走 一片这个云彩的 徐志摩 他担任了城报 傅刊主币以后 就发起了对 数额问题的大讨论 有趣的是 徐志摩当时像一个作者 叫张希若的作者约稿 张希若的第一篇文章 就是傅刊央 傅刊招央的 傅刊央 开头就说 傅刊整天胡说乱操 毒害青年 还不如一把火烧掉 不料一语成诚 那么在徐志摩 主持的陈报 这一次的 傅刊大讨论中呢 陈报所发文章 十之八九 是批评和反对 输额的 其立场呢 非常鲜明 这就惹怒了 输额的崇拜者 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左派 以及左翼学生与群众 终于呢 在官方方面的 组织策划下 谅成了 陈报报馆 被烧事件 尽管舆论 对烧报馆 也是颇多批评 当时的总书记 陈独秀 却不以为然 陈独秀认为 群众围攻和烧毁 报馆没什么不妥 他甚至反问胡适 你以为陈报不该烧吗 蛮厉害哦 胡适呢 就写了封诚恳 但是语气严厉的性格 陈独秀 心中说 那些暴动分子 为烧一个报馆 并不奇怪 但你是一个政党的 负责领袖 对此事不以为非 而以为应该 这使我非常差怪 而且生气 胡适之所以差怪呢 很大成果上 因为他与陈独秀等人 其实在1920年8月1日 还共同发起过 真自由宣言 要求北洋政府 废止专制法令 保证人民 享有言论 集会结社等自由 可是呢 现在在陈独秀等主持的 党派的组织策划下 群众高呼着 人民有集会结社 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 却冲到 宣伍门大街 烧掉陈独报馆 而且呢 陈独秀甚至认为 这是应该的 你说 胡适 他气不气 不过胡适呢 他是个 比较有耐心的人 针对 陈独秀的粗暴态度呢 胡适在心中 苦口婆心的说 陈独秀 今年的主张 无论在你我眼睛里 为是 为非 绝没有该被 自命争自由的 民众 烧毁的罪状 因为争自由的 唯一原理是 亦乎我者 未必即非 而同乎我者 未必即是 今日众人之所事 未必即是 而众人之所非 未必真非 真自由的唯一理由 就是希望大家 能容忍一己的 意见与信仰 凡不承认 一己者自由的人 就不配真自由 就不配谈自由 当然从学理上 胡适论述最大段话 还是有瑕疵的 但是就是论事的 来谈承报馆 被烧这件事 问题不大 在信中呢 胡适还不无伤感的展开 他说 独秀啊 我也知道 你们主张 阶级专政 一个阶级专政的人 已经不信仰自由 这个词了 但我要你知道 这一点 在我要算一个 根本的信仰 我和你 我们是两个老朋友 政治主张上 不同 事业上不同 之所以我们 仍然能够成为老朋友 正是因为 你和我老子背后 多少总还有一点 容忍一己的态度 如果连这一点 最低限度的相同点 都扫除了 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 甚至要做仇敌了 在接下来的信中 胡适还回忆说 1919年 陈杜秀 因为妨碍 社会治安 古惑民心 煽动暴动 被警察厅拘捕 当时也是属于良心犯 被警察厅拘捕 联名营救他出狱的人中 还有两位 同城派的古文学家 而陈杜秀本人是 极力提倡百话 反对古文的 这种回忆的动情 胡适的跟着说出一段 蛮感人的话 他在信中说 我记得那晚 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 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 还有一线光明 在那反对 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 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 肯出名保理 这个社会还勉强 构得上一个人的社会 还有一点人味 但这几年以来 却很不同了 不容忍的空气 充满了国中 我怕的是这种 不容忍的风气 造成之后 这个社会要变成 一个更残忍 更残酷的社会 我们爱自由 真自由的人 怕没有立足 荣生之地了 那么在1925年12月7日 陈豹呢 继续恢复出版 还是担任 陈豹富康主币的 徐志摩呢 在灾后小言中说 火烧得了 木头盖的房子 可烧不了 我心头无形的信仰 这就有意思了 陈豹馆被烧 胡适说 这个社会要变成 一个更残忍 更残酷的社会 徐志摩则说 烧不了我心头 无形的信仰 90多年后来看呢 胡适和徐志摩 这两位自由当时说的话 各对了一半 关于90多年前的 陈豹馆被烧的史事 就讲到这儿 节目最后呢 我还想要补一点点 蛇足 讨论一下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接着我们讲 南海仲裁之后的话题 进一步来 辨习一下爱国主义 当时讲的民族主义 像有一本 关于爱国主义 与民族主义的 区分的一本书 来自于普林斯顿大学的 终身教授 当代新共和主义名家 穆里奇 维罗里的一本书 叫关于爱国 冒号 世论爱国主义 与民族主义 这本书没有中一本 只有英文 这本书我其实没有能读到 下面呢 介绍了主要来自 正在加拿大 政治学博士的 一位叫 同志超德学者的功耗文 那是一篇书品 标题是 爱国主义 与民族主义 你分得清吗 书品清晰二耀地 归纳了维罗里的研究 根据试著 爱国主义 最早在西方 源于古希纳城邦政治 其实是一种 对自己城邦 高度虔诚的宗教式感情 个人命运 与城邦前途 近乎一体 即使古罗马 共和国时代 这种个人与城邦 间的高度认同呢 被公民与 共和国间的认同 所取代 爱国主义 成了共和国 共同自由的代名词 而且也是反对 寡头 独裁政府的 思想武器 然而呢 19世纪 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 促使爱国主义 向民族主义全面过渡 国家情感呢 也由 对共和自由制度的追求 转变为文化精神和民族 在国家层面上 排外性的统一 这两个原因 一方面呢 因为法国大革命后 人们对传统 共和式爱国主义 所产生的怀疑 另外一方面呢 是由于 欧洲进入的 帝国扩张时代 统治者处于利益 需要有余为之 因为在殖民体系下 爱国主义 对共同自由的追求 会威胁到 既有政治秩序 于是 欧洲各国的统治精英呢 纷纷选择 叫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化 也就是说 用民族主义 来替换爱国主义 用特有的文化精神 和民族的同治性 去替代 共同自由的 普遍人心解释 最终呢 将共和式爱国主义官 驱逐处思想领域 直到20世纪中期 在经历两次 事件大战的 惨重伤亡 和法西斯 极权主义的灾难后 人们才重新意识到 狂热民族主义情绪 才再次回归 事实上呢 爱国主义 和民族主义 一开始就是 忠诚取向 完全不同的 两种情感 爱国主义热爱的 是以自由和法治 为基石的 共和政治制度 它是高度政治性 且与政治自由 紧闭相连的 而民族主义 所效忠的 则是一套 统一的文化习俗 它本身是 先于政治的 或者说是非政治的 爱国主义 但是非政治 或先于政治 也可能被政治利用的 爱国主义呢 和民族主义 蕴含了不同 甚至完全相悖的 道德要求 一个在民族 和文化意义上 都和中国式的 中国人 也许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 民族主义者 但他 如果他政治冷漠 或者行为腐败堕落 他就不能算是 一个合格的 爱国主义者 因为他并没有 去争共同自由 反之呢 一个在民族和文化上 都非所在国 主流的个人 他也许算不上 一个彻底的 民族主义者 但是如果他 对公共事务 高度关注 他对民族政治 积极参与 他对个人自由 与共同自由的 追求是真实的 和做而言 起而行的 那么这样一个人 他即使不是一个 彻底的民族主义者 却仍然可能是 一个优秀的 爱国主义者 所以总体而言呢 爱国主义 它并不包含 民族和文化 意义上面统一 它甚至不要求 一个人在民族 和文化上产生 于大多数国人的认同 爱国主义 在当代的核心含义 仍然应当是 传统共和主义的解释 就是去做一个追求和捍卫 政治上共同自由的 合格公民 这就是爱国 我觉得维罗里的 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分 尤其是对爱国主义的 梳理和定义 和对其核心要义的 揭发和诠释 是蛮精彩的 其实呢 不止维罗里的研究 像最近这几十年 出现的一些西方的 新兴的自由主义的 爱国主义言论 都开始强调 批判性忠诚的重要性 正如学者刘勤所概括的 维罗里的 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认为呢 爱国所忠诚的祖国 不是一个出生地 也非现存的政治制度 而是一个符合公民 自由理想 和共同自由的共和国 在此意义上 当现存的政体 背叛了自由与正义的理想 比如说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 那么就不再是属于我的祖国 因为它只是一个政体 而且它是背叛了 自由与正义的理想的政体 它是他们的国 是贵国 不再是属于我们的祖国 而另外一学者呢 比如说哈贝马斯 和米勒等人也主张 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现成的 死板的凝固不变的认同 而是在公民通过 民主实践过程中 不断塑造的一个动态的概念 它的根本理念是 个体相互承认 彼此是自由和平等的 由此呢 寻求彼此可以接受的理据 回答我们如何一起生活这个问题 不论是维洛里的理论 还是哈贝马斯和米勒等人的理论 他们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 爱国的忠诚 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 在这儿呢 祖国不是自然的国度 而可以视作是一个 为尽的理想 为完成的理想 这句话很重要 我再重复一遍 爱国的忠诚 其实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 而不是仅仅指向于出生地 或者仅仅指向于出生地 现存的政治制度 而是应该指向一个 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 因此呢 祖国并非是自然而然的国度 或者就是所谓的存在 就是合理的现状的这样的国度 祖国是一个为尽的理想 未完成的理想 好了 本期信息量有点大 朋友们不妨回过去 1234再听一次哟 感谢各位收听 本期食物鸡蛋 我们下期再会 食物鸡蛋不听不散 拜拜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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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if i was you..i'd wanna be me too if i was you..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